大家好,我是你的朋友喵哥 因为我这次换机油 距离上一次已经是一年多一点点 而且跑了12000多公里 我一直用的是美版的美服 这一次我就正好把我换下来的机油 跟新机油作为一个进行滤子的对比 看看跑了12000公里一年的机油状况怎么样 现在先把新机油旧机油都打开 然后我用干净的管子伸进去 弄一滴干净的机油在这张滤子上 然后再用我刚才抽油这根管子 担着我刚才换下来的旧机油 像它这个滴一滴滴完之后 把它静置一往上 看它这个扩散情况 看看机油的效果怎么样 明天再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结果 昨天换完机油 把两张滤子到现在承接了24个小时 现在我们看一下扩散的情况 看一下我跑了12000公里的机油 可以继续再用一用 还是确实应该换机油了 我们先看到这个新机油 我拿来做对比的 滴上去之后 油黄扩散是非常均匀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杂质 基本上放在白色物质上 你又不仔细看 你都看不出有扩散 我们通过后光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均匀 同样的我们再看到 我用了12000公里的机油 从上面可以明显地看到 中间这一圈是层级环 层级环的边界不是特别明显 它的颜色其实是从浅环到中环 中环代表这个比较差 浅环代表还行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其实层级环效果不算太差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一圈 这一圈叫扩散环 是由层级环向外扩散的一个情况 就是使用过的机油里面的杂质 在它的这个天涯剂的作用下 线外扩散的一个能力 如果这个扩散出来之后 这个颜色越深边界越明显 说明油目前的这个质量就越差 从目前来看 我这个边界比较清晰 但是颜色深度是比较均匀的 不算是比较深的颜色 按照这个对比来说 也就是在三度左右 所以这个恶化的也不算太厉害 最后外面这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圈 就是线外的这个油黄 颜色也是从浅黄到中黄 如果说它的这个颜色越黄 代表它这个氧化的越厉害 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有一点点 说明整个氧化的不那么厉害 所以从这个定性率上面显示的情况来看 就我载车用水版的美孚机油 跑了一万二千多公里 一年多年的这个时间来看 这个机油其实从氧化的角度来说 它的氧化是不算厉害的 然后机油的活性其实还算可以 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再跑一跑问题也不算太大 所以通过我自己的实际验证 平时在选择机油的时候 真的没有必要去选择那些 所谓的高大上的一些机油 你只要不买到假机油 按照这个正常的 像这个全合成机油 你就一年一万公里换一次 问题都不大 因为从这个定性率子上看到 机油的这个氧化变质 是不那么厉害的 所以时间上稍微延长一点 问题也没那么大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 喵哥通过我自己的这个车子 一年多 然后把机油用定性率子对比之后 给大家总结的 很实际的机油的使用体验 虽然说这种测试不具备全合性 只能在某一个维度上 体现出我这一次使用这个机油的一个情况 但是对于大家在机油的选择上 我还是坚信那句话 只要不是假机油 基本上 一大多的车子都是公用了 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 再被人家割了韭菜了